我说老范呢 哎呀妈呀 那个蔡大妹子 是不是你哥你那什么圈 给圈出来的 哎呀你看整个手机 你随便翻你随便看 你看我朋友圈里哪有他呀 是吗 小点那么蠢呢 一下早就咱家了 还说周围环境很熟悉 你说姐 你就别逗饭盒子了 你呀对朋友圈是不了解呀 现在的朋友圈啊 朋友之间加起来可方便了 甭管你是国内的国外的 包括咱们住邻居的 只要你摇一摇 扫一扫 全家朋友圈里了 哦 我知道了 老范呢 你是那蔡大妹子 给你扫出来的 我们主要都靠摇 干什么呢 能不能注意点影像啊 干什么妈在这呢 就算你俩是发小 那也不能一见面就丢丢啊 抱抱的 那他也不丢丢 你不抱抱 我妈能坑坑吗 你让我妈上的感受 你老爷子 还得我老姑娘吧 你看 范奶奶 哎 干啥呢 什么呀 别老说了巴基 便一看范爷爷 把菜花奶奶一抱 老丫头 你就把醋糖都抱起来了 便一看范爷爷和菜花奶奶 咱们说一瞅 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一看范爷爷 那些年也没追过什么漂亮女孩 啊 你那意思我咋那磕子没 没有没有 那个意思啊 刚才吃狗粮了 哎哎哎哎 那个阿姨 你别跟我说小气 我得说说你 挺好的 好好说 阿姨 你刚才说我看大爷拿狗粮 这事我承认 我错了 我就不说啥 您说看不过我见你闺女 我俩就摸摸啊啊的 我也理解 我也不说啥 但是您说您对朋友圈有看法 这我就点说点啥了 啊 你 你说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朋友圈 我才能找到我家狗狗吧 啊 就是因为有这个朋友圈 才能让我和大学同学相见吧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朋友圈 才能让童年的小伙伴 在 我还能让你